妈妈,要拿把刀子来? 没有,没有刀子来 好,很难 七岁男孩想要自杀 背后的原因却让万千网友泪流满面 甚至惊动了当地的武警部队 这个跟妈妈要刀子的男孩就是陈小天 2007年,小小天出生于湖北一个普通的共性家庭 家里人把所有的宠爱都给了这个孩子 但小小天并没有因此被宠坏 反而温顺可爱 然而幸福的生活在小小天五岁那年戛然而止 2011年,妈妈周禄从入冬起就开始咳嗽 到医院医查竟然是尿毒症 如今已经双肾率 想着这种病就只有换神或者偷袭 可换神几十万的费用 对这个家庭来说就像大山一样 周禄为了儿子的将来考虑 不想一下就把家里的积蓄掏空 于是决定通过偷袭来延长自己的生命 偷袭掏了十年 差不多小孩都十五六岁 当时留者在这里有什么事情 都可以了 丈夫虽然想给妻子换神 但积极稀缺了深渊和周禄的坚持 让他不得不尊重妻子的选择 于是周禄开始了每周三次的透析治疗 但治疗过程并不顺利 周禄的血管由于太细 别人一个小时就能做完的透析 他需要四个小时 无奈之下 医生只好在周禄的心脏上扎了一根刀管 从心脏直接抽血做透析 从此以后周禄的身体素质变得很差 再也不能干中火 可想到这样能陪着儿子长大 周禄毫无怨言 不过老天却并不打算就此收手 半年之后 奶奶细心地发现 小肖天在走路时总是不受控制的前情 于是马上带着孙子来到医院检查 结果显示小肖天脑部患上了一种恶性肿瘤 得这种病的孩子一开始会逐渐失去平衡感 后面就会逐渐失去视力和行动能力 只指失去生命 而这一过程演变之快 可能还不到一个月 家人们来不及悲伤 马上就按照医生的安排进行了手术 手术很顺利 一家人心里的石头也落了底 然而不幸的是 两年后小肖天的肿瘤再次复发 癌细胞的扩散让医生都束手无策 他们只能告诉家属 孩子剩下的生命最长不超过一年 这个消息让周禄如遭物雷红顶 本来他还抱着希望 只要儿子长大他这一生就算圆满 可现在一切都破灭了 七岁男孩身患绝症 奶奶却劝说孙子把身捐给母亲 原来孩子的母亲身患尿毒症 为了把钱留给儿子 母亲周路放弃了昂贵的患身手术 只选择偷袭来延长自己的生命 可就当他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儿子身上时 儿子陈潇天却被查出了性脑瘤 由于艾西刀扩散得很快 小孝田的眼睛说肿瘤压迫 很快就彻底看不见了 失明的那天小孝田虽然苦恼了很久 但他也很快接受了这个现实 不过这也使得小孝田 对妈妈的依赖逾日俱增 周禄平时对儿子也是寸步不离 可他每周还要定期接受神投息 每当母亲不在身边的时候 小孝田就会感到强烈的不安 小孝田嘴上虽然答应了奶奶 可她的小手却在不停地 抚摸着妈妈的枕头 或许只有妈妈的存在 才能让她获得一丝安慰 回来后的周禄为了鼓地儿子 主动提起了她的梦想 天天我怎么在要当面 要是怀人欺负妈妈了 尽管自己的身体已经极度虚弱 小孝天心里想的 仍是保护自己的妈妈 看着虚弱的孙子 和同样在历经病痛的儿媳 小孝天的奶奶也很痛苦 她不知道如果这个家 同时失去两个人该怎么办 只是奶奶突然想到一个主意 不知道孙子的身 能不能移植给儿媳 假如小孝天注定要离开人世 那如果她再走之前 为妈妈留下声的希望 也算是一种生命的延续 奶奶打定主意后 就先把这个想法告诉了中 可周璐却断然拒绝了 对于一个母亲来说 即使儿子命不久矣 但用亲生儿子的身 来换取自己活命的机会 这种事还是太过残忍了 看到周璐如此坚决 奶奶表面上也没在坚持 而是私下里 给周璐和小孝天 做了审愿匹配 结果显示配性成功 符合一致要求 不过周璐那边 始终不情愿 接受儿子的事 可她的情况也不容乐观了 现在每次偷袭周璐 都是一个人去 在长达四个小时的 透析过程中 周璐必须保持一动不动 因为她透析的次数 已经太多 导致身上的刀管流速 变得很慢 尽管如此 周璐在儿子的面前 依然会让自己 显得精神满满 她想的是 如果哪天儿子去了 自己也会马上跟去 不让她孤单 而无奈之下的奶奶 只好在孙子那里 寻定一步步 七岁男孩身患绝症 奶奶却劝说 孙子把身捐给母亲 原来孩子的母亲 身患尿毒症 为了把钱留给儿子 母亲周璐放弃了 昂贵的患身手术 只选择偷袭 来延长自己的生命 可就当她把所有希望 都寄托在儿子身上时 儿子陈潇天 却被查出了性脑瘤 由于癌吸刀扩散得很快 小潇天的眼睛 受肿瘤压迫 很快就彻底看不见了 没有办法的奶奶 只好旁敲刺激地 告诉小孙子 她的身可以救妈妈 小潇天也明白 留给他们的时间 已经不多了 这天 在脑瘤带来的剧烈疼痛下 小潇天说出了 那端让人永生难忘的话 这些话彻底击溃了周禄的心理防线 如果儿子的生命已经注定无法挽留 那么换种方式让儿子的生命延续下去 也算是一点安慰吧 这时 有很多人也知道了小潇天捐身旧母的故事 他们被小潇天的坚强孝顺感动 纷纷赶来医院看望 还组织了捐款 希望能有奇迹出现 小潇天的老师也带着同学们来到了病房 开始朗诵她以前最喜欢的课文 小潇天也情不自禁地加入了朗读 一只船 扬白发 飘呀飘呀 到台湾 接来台湾小朋友 到我学校玩意玩 得知小潇天的冤枉是成名一名军人后 湖北荆州市武警支队也特意赶来了 他们先给小潇天带上了一顶军帮 然后又为他举办了一个特别的残军仪式 入武宣誓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 我宣誓 服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服从命令 严守纪律 可是小潇天的身体已经很虚弱了 他在宣誓后就陷入了昏迷 2014年4月2日凌晨两点 尽管医生已经全力抢救 可小潇天还是永远闭上了双眼 与此同时 妈妈接到了准备换身的手术通知 这场手术异常成功 肾脏在已知几分钟后就开始正常运转 或许小潇天真的已经变成了天使 守护在妈妈的身边 因小潇天而活的人还不只有她的妈妈 小潇天的另一颗肾脏挽救了一个21岁的尿毒症女子 而她的肝脏则已知给了一名27岁的肝硬化小伙子 一切尘埃落定后 小潇天的骨灰被家人带回了家乡 当地的市民们自发地拉起横幅前来引接 小潇天可能并不明白死亡意味着什么 可她以一己之理改变了三个人的命运 用生命完成了帆布 虽然她的生命永远地定格在了七岁 但她的实际会一直被流传 所有人都会记住 曾经有这样一个小小少年 名叫陈潇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